他有没有装 这一部分我们都要厘清 昨天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就有装啊 接上去测试也没问题啊 结果你到今天还继续停留在到底有没有装 交通部长吴宏谋仿佛活在平行时空 鸡同鸭讲黄国昌再出考题要他接招 普悠玛的ATP是哪一个国家的产品 他现在普悠玛也是从日本那边 所以日本普悠玛的ATP是哪一个国家的产品 你也不知道嘛 所以你才会说送回日本原厂这种外行话嘛 普悠玛的ATP是法国的庞巴迪公司 普悠玛ATP系统哪一国制造的吴宏谋根本分不清楚 把法国讲成日本让黄国昌更火大 院长我知道你很挺这个部长 但是我给院长最诚恳的建议是 把他换掉了 事故发生到现在 整件事情的掌握 比我一个没有调查权没有资料的立法委员还要差 这样的人继续当交通部长 人民会放心吗 吴宏谋根本状况外 背询直接被黄国昌扣倒 兰尾要求吴宏谋下台 赖清德还是很坚持 局长下台逮捕代表政治责任 当然是一种政治责任 是不是 当然是啊 那部长不用下台 部长我跟你讲过了 你不用检讨了 要回答你几次 我是说等事情告一段落 我们就会做决定 事情告一段落 南委直询音量拉高 同时激怒赖清德毫不客气回呛 普悠玛事件调查还在持续 但交通部状况外在国会原形毕露 让坚持先调查再究责的赖清德脸上无光 三星永天人 江萧孟哲 台北报道